藍芸垃圾也埋場爆量且雜亂 引發藍芸鄉民代表跟清潔人員激烈口角 藍芸鄉唯一的垃圾也埋場 幾乎已成飽和狀態 雖然廢棄輪胎 資源回收物跟一般垃圾已分類集中 但現場人士相當凌亂 相公所表示 由於人手不足 導致清潔人員工作負擔大 然而藍芸鄉民代表會舉行定期大會 在五月十二號 十三號下鄉 勘察基礎建設 針對清潔人手不足問題 雖然向公所呈向代表會反映 因增加人員經費 但藍芸鄉民代表回應 公所應該更積極找代表會協調溝通 藍芸鄉公所表示會持續跟代表會協商增加清潔人員編制 至於目前一般垃圾跟資源回收物爆滿情況 公所表示以為有民間業者將資源回收物以太公包裝運到臺灣本島處理 有時新聞下門大盛臺東南語採訪報導 臺灣 好